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57 目前报价13370点 比特币昨天是大幅下跌 跌破1万点 目前9953美金 原油昨天是轻微下跌 目前报价是56美元 澳元对美元依旧徘徊在0.70附近 然后黄金是继续冲高到1400美金以上 目前报价1424美金 今天我们讲的两个小内容 一个就是投资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经验的分享 另外一点就是昨天刘强东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新闻 那么先讲投资类型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澳洲华人经常喜欢做小生意 那么在小生意和金融投资 股票投资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和区别呢 在这里我们总结了大概10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做生意和买股票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有赔有赚 那么行情好的时候赚的比较多 正好现在是澳联储连续降息的年份 所以说基本上澳洲的股市不是说我们有多神 而是整个大环境是不错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生意和股票都是低买高卖 我们做生意要进货 那买股票一样的 我们如果是7块钱进来的 9块钱卖出去 那么就赚 那么如果是做生意 我们进了一大批货 但是我们想一天卖出去 那不太可能 我们只能每天卖一部分 如果人比方说客户在8块钱不愿意买 7块钱不愿意买 那基本上我们就要赔本了 但是股票呢 如果我们10块钱买的 9块9我们就可以全部卖掉 所以说呢 在流动性上面 金融市场要远远比做生意要好得多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两者 风险是类似的 那么做生意 也有囤货压货一说 那么股票呢 也是有可能被套住的 那么在中长期来讲的话 只要大的行情不变 那么个股或者是股票本身呢 上涨的概率是要大于下跌的概率的 只要我们选的公司 不是特别的差 那么第四点呢 都是让别人帮自己赚钱 我们在澳洲 如果是自己做小生意的话 按照华人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雇的人工成本呢 基本上是在5万 6万 7万 8万 澳币左右 但是如果我们做股票类的投资 我们投资的这个团队 那么都是上市公司 高管的管理团队 基本上年薪几十万 上百万 所以说呢 层次和级别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五点呢 都是让钱生钱 我们做金融投资 或者是做生意 都是要有本金的投入 那么本金投入的越多 或者是成本越低 那么对我们来讲 是相对于说是风险越低 可用资金灵活性越大 那么在去银行 做贷款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生意 银行会要很多的手续 并且利息相对比较高 因为呢 很多生意呢 属于信用借款 但是在股票市场上 或者是金融期货市场上 我们如果是在 GoMax介入股票 或者是融资融券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显示出来的 做空的利息呢 只有每年1.6%到1.7% 做多呢 只有3.6%左右 所以说这个利息呢 基本上是要比 我们买房还要低 但是呢 金融产品 每一个产品本身的 这个隔夜仓息 是不同的 大家要相对的注意一下 那么第六点呢 就是分散投资 风险不一样 之前我们讲的两者呢 本身呢 都是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但是风险本身呢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呢 基本上啊 就是举全家之力啊 或者是个人呢 基本上拿上自己 大部分的财富 去做一件事情啊 一个生意 那么如果不小心 我们生意失败了 我们需要甚至抵押房产 都要硬撑下去 不希望自己的生意赔本 如果是赔了 基本上很多人呢 基本上会损失大量的财富 或者是破产 但是呢 股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发现 哎 我们的行业不对 选择的公司股票不对 我们可以随时撤出 并且呢 我们不需要只投一家股票 我们可以分散投资 所以说在分散的风险上 灵活性要远远大于 我们单独做生意 那么之后呢 第七点啊 就是两者都是一个 熟能生巧的事情 你做生意 如果是连续做十年 我相信呢 基本上能活过前三年的 那么在后面 都会做的风生水起 那么做股票投资也是一样 在前三年的时候呢 我们要长远考虑 尽量让自己的风险 相对低一点 不要贪心 那么在三年之后 到十年的一个周期里面 我们就相对是 能够接受一万小时定律 慢慢的让自己的 这个投资能力继续提高 那么后续呢 我相信有十年经验的人 肯定比刚刚进入这个市场的人 抗风险的能力更大 选股票能力更强 那么第八点呢 就是做生意 好生意不容易找 但是呢 好的股票 却比我相信 比好的生意要容易找得多 因为生意的局限性比较大 那么好的股票呢 经常会发现 对吧 有被低估的 有这个未来前景比较看好的 有新出了一个 比方说 技术上有突破的 比方说医药公司 那么本身呢 或者是垄断行业的 比方说是电信行业 所以说呢 生意和股票 在寻找上 我们需要付出的时间和成本 也是不一样的 第九呢 生意不能定投 或者说是金融呢 是做中长线 那么我们说 金融会有一个叫 富利的名词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这个富利啊 是宇宙的第八大奇迹 但是我们相信啊 做生意 你的生意不可能是宇宙 第九大奇迹 对吧 所以说呢 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 一个差距的 那么第十呢 做生意啊 小生意是可能被淘汰的 我经常喜欢拿奶茶店说话 那么在最近啊 又开了几家新的奶茶店 在City 所以说呢 从最早啊 我在订餐的时候呢 发现周围只有几家 那么都喝遍了 但是现在呢 我每天订啊 都是有新的奶茶店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比例 40家50家的 在City这么小的地方 竞争是非常大的 一旦这个行业被淘汰了 我们之前投入的时间 金钱还有设备 人员或者是 原有的客户群体 都可能会发生极大的变动 但是做金融投资呢 只要是有人在的地方 从几千上万年前 人类社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 就产生了这个金融交换和交易 所以说只要有人在 那么金融行业就会持续存在 所以说我们做一项事情啊 一定要看得长远一点 十年后这个行业还在 那我们就值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另外呢 就是昨天晚上啊 昨天白天吧 相当于是京东出现了一个大的新闻 刘强东呢 原来在年初的时候 花27亿人民币买了一个酒店 在这个北京 但是呢 现在只是被迫去抵押了 只换回来6亿人民币 所以说呢 也是比较惨的一件事情 那么京东呢 在前段时间啊 就是半年前 经常出现各种丑闻 包括刘强东本人 在这个美国出的这个事情 基本上也是男同胞们 成本最高的一次约会 对吧 就是当天呢 或者是连续两三天 京东的市值蒸发掉了200多亿人民币 所以说呢 非常的贵啊 学的教训 那么在金融投资里面 我们经常强调的是 你投股票 就是在投一个管理团队 像阿里巴巴或者是小米 本身呢 都是个人效应比较明显 但是阿里巴巴还有18罗汉 小米呢 还有七仙客 但是京东呢 除了刘强东本人 基本上其他人 说了都不算 所以说呢 京东刘强东本人呢 持有80%的投票权决定权 所以说 他个人的意志 或者是决定的 对整个公司的影响 就非常大了 这也就是出现了之前 在美国出现的事情 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所以说呢 我们要避开 此类的一个公司的投资 基本上呢 大家还是要分散 如果是一家公司 只靠个人管理的话 那么这家公司呢 风险其实是比较高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文章的内容 但是呢 在我们下周 周这个28号 7月28号中午呢 在西区关琴库口老地方 凤凰酒店 还是有一场讲座 大家可以中午稍微提前去 那么我们的报名电话呢 是03-8658-0603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助手报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